3月18日 港铁发生通车40年来 首次列车拦腰撞车严重意外 3月19日深夜 港铁动员过百人到场善后 将相撞的两列列车一里主行车线 中环站附近的复修工作随即完成 3月20日早上 全弯线全线列车服务恢复正常 记者在中环站看到 全弯线整体运行正常 没有出现拥堵现象 早高峰过后人流较少 也有多名港铁职员在场指导 许多市民表示 港铁发生事故后 在短时间内通车非常不容易 方便了市民上下班出行 列车服务恢复正常是好事 港铁透露 在短短6小时内扶正损毁车辆非常困难 由于隧道环境狭窄 未能使用吊种工具 大大增加移走车厢的难度 香港消防处派出坍塌搜救专队等7辆消防车 共33名人员通宵工作 先将列车车卡分开 再将列车转向架放回正确位置 最后利用两个重型油压千斤顶 集一个气垫顶 成功将重约40吨的车厢撬起720毫米 让港铁人员可以放入特别工具 将车厢横移回路轨以便运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